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五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KOMODO新品 实用式物影材造 我相信买这款玩家呢 应该都是为了他胸前的这个龙甲 这款其实公布的时间也挺长了 还好出来了 咱们现在看一眼这款包装 非常的简约 然后采用了一个烫金的logo 盒子的后方摸起来有荔枝纹的这种质感 烫金色的logo 这一侧还有官方的微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接下来咱们开箱 一张穿戴说明 OK 打开 这是第一层的布局 包装内容物 第二层的布局 这个地台支架呢 我就不再说了 老朋友了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把它取出来 一个一个展示 首先是它的头盔部分 整体方面是一个合金的材质 后方的联动机构 整体的做就效果 兜里侧内衬的部分 同质的荷纹潜力 潜力的刻画部分比较细致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兜 这次的面颜 我觉得挺胡人的 尤其是带有两个牙 更有一种震慑人的这种感觉 下方的联动机构 整体呢 是合金的材质 涂装做就的效果 后面还带一个弹力绳 这个发界倒是挺大的 这款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这把金属魔剑 剑身上方写的这个文字啊 咱也看不懂 不知道写的是啥意思 如果有大神 已经要解释一下 这个写的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涂装啊 可以看到 是一个不规则的冤勋颜色 整体就是这样 一把合金材质的打刀 这是一个打刀的效果 钛刀呢 是比这个要弯 比这个要长一点 另一把小的斜柴 这把武器呢 做起来稍微比之前传统的 要大一点 打开之后 刀身的样子 整体也都是合金的材质 一条黑色的围巾 它是有铁丝 可以扰造型的 围巾打开之后的长度 里侧是稠料的 外侧是一个直绒布的效果 一对湿心的握拳手型 一对不规则的放松的手型 接下来就是人物主体的部分 咱们先从头雕开始看起 先把这个发际给它戴上 它其实每一个设计 都是有它的用处在的 这个头雕 大家看一看 像谁呢 你们觉得这颗头雕 像哪个男明星呢 我个人是最喜欢的 就是金城武 金城武长得太帅了 真的太帅了 头雕这个涂装 我觉得还可以 边边角角的地方 它没有异色 还不错 这个眉毛的刻画 是这种非常怒的这种感觉 往下 往上 里面这个服饰的复纹 它这块呢做了一个布料 然后用着这种绑带绑上去的 握持的手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龙甲的部分 由大家来看一看 然后包括下方 都是有这种绑线 手工扎针成的 人有素体平举的部分 往上往前 曲肘的幅度 腰部的可动性 不错 下方采用了金色的甲片 这种明显的这种反差感 整体凯夏拙的颜色 是一体的 整体方面来讲呢 它应该算是一个魔幻甲 应该算是一个魔幻甲 下方呢 有点这种火焰的这种效果 脚型的部分 分体式 用了真实的绑线 给它这个脚型 连接是成的 草塌的下方 腿部分的可动性 屈膝的幅度 脚型的里色球形关节 也都是金属的材质 保证了这个站立性 因为CO的素体 一直以来 算是一个男性素体的标杆 尤其是新的CO素体 它改进了一些小的细节方面 接下来 我就把它组装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款物影裁葬 终于出货了 还是我视频之前 开箱的时候说的 这款大部分玩家 比较关注的亮点 应该是在胸前龙甲的部分 还有就是这套魔幻甲咒 其实这把金属魔剑 可以给其他的人 搭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款头雕的部分呢 应该就是按照金属武来做的 又大又高的鼻梁 是它标志性的五官特性 但是五官其他方面 又是有一些魔改的地方 这款值得一提的是 凯夏拙的部分 袖子和裤子的部分 是有松紧设计的 可以防止关节素体的外漏 这一点设计 还是蛮不错的 还有就是这款戴头盔的时候 要往下压一压 显得好看一些 这次前列和胸甲 还有面甲的部分 都是纯铜的材质 其他皆为合金的材质 面甲的部分 这次设计 我觉得蛮不错 本来我以为会大一些 但是戴上之后 我发现还可以 我推荐大家摆放造型的时候 就是这个拔刀的姿势 非常的帅气 这是一款CO比较魔幻的 日甲题材 石勇士 并且比较魔幻的题材 都叫做梦魇系列 整体安装完之后的效果 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是摆一些帅气的造型 最后说一点 如果按照我个人来设计的话 梦魇系列涂装方面 我觉得还是太保守 要是再多一些金色 我估计就更能让人眼前一亮了 我个人觉得本来就不是常规的甲注款式 那就应该来的更猛烈一些 以上仅供参考 至于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看各位 忍者见仁 知者见智了 好 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我是五哥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 无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